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政府就叫人去打流感针 今天我就用点时间 和大家解决一些关于流感针的一些迷思 譬如说究竟孕妇应不应该打 打了流感针会不会引发流感 还有鸡蛋敏感是否不能打流感针呢 流感是说一般人的印象 都是引起伤风咳、胸痛、发烧、脚身骨痛 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但实际上如果是一些 抗抗抗力弱点、年纪大 就算健康的人 偶然会引起一些严重的后果 通常最麻烦的 不是只是流鼻水咳 那些上呼吸系统的轻微的东西 而是影响下呼吸系统 比如影响到肺 就被病毒破坏了 破坏了之后 然后外面的细菌就容易走进来 细菌就会引起严重的肺炎 肺炎就会出水 被水浸住 透不出气 便要命 大部分这些死亡的个案 每年都是每季的 流感季都是 多数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 流感病毒也是一种 RNA病毒 和COVID都是那类的 也就是说 它就比较容易变种 病毒有个殻 殻上有些蛋白质 主要有两种 一种我们叫做H的抗原 H是蛋白质 另一种我们叫N抗原 就是N的蛋白质 另外一种两种在病毒表面那里 这两种就是决定了病毒的特征 我们的身体就靠认住病毒表面 这两种蛋白质 建立一些免疫记忆 当我们感染过一次流感之后 下一次我们就记得它 下一次它再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及早能够对付它 防止它引起一些严重的后果 流感针的原理也很简单 其实所有疫苗都是 疫苗是一种我们无疑的感染来的 就是说 我们就模仿一个真实的感染 但是呢 就将引起那些病 各样的后果 那个坏处就拿走了 只是留下能够引起免疫记忆 那部分的好处 最经常的做法 就是将一个活的流感病毒 就培养出来 例如你放在鸡蛋那里 就养大它 那你不给食物吃它都不生 你没有东西给它吃的话 它就躺平 那养了很多病毒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拿一些病毒出来 就用一些 比如Formaline 就是将它用一些药水 杀了它 杀了它 它就没有那个致病的能力 但是它还有一个 尸体在那里 那样子呢 上高也有H的坦白质 也有N的坦白质 那个结构大体上是完整的 那我们将这些病毒 做成这个疫苗 打到人体那里 那就可以做一个无意的感染 令到我们身体有免疫记忆 那一个问题呢 就在于这个流感病毒 它变种严重 RNA病毒和COVID病毒一样 就很容易变种 跟COVID病毒不同 流感病毒的变化 比如一年到下一年之间的变化 可以是相当之大的 它表面上有H的抗原 有N的抗原 H起码有16种 N就起码有9种 那这个不同的组合 再加上病毒的洗牌 变种 那这个变化可以很大的 就是大到一个地步 比如说去年中过流感 那样计 或者你去年打了流感针那样计 到了今年呢 不单止防不了感染 连重症都防不了 所以每一年打流感针 就可以帮我们 提供免疫记忆 就算是新的变种病毒 也帮助我们 就不会患上严重的流感 接着我们就讲下流感针 传统上流感针就是灭活疫苗 即是说里面就是病毒死了 不会说真的你打了针之后 就变成流感 这样的 因为死了 没有过感染能力 那些流感疫苗 都是大部分 都是由鸡蛋那里做出来 这样的 所以你之前打过流感针 都知道了 那些医生经常问你 喂 你有没有鸡蛋敏感 这个规定 近年是有些比较宽松了一些 因为近年的疫苗 虽然说由鸡蛋提炼出来 但是呢 鸡蛋的成分 都经过很多程序 就尽量把鸡蛋的部分弄走 所以近年很多国家都建议 即使你有些轻微的鸡蛋敏感 就譬如你打了针之后 可能有些出风烂 或者你吃鸡蛋有出风烂 那些相对都觉得是OK 没问题 除非你真的很严重 那些 譬如一打 就整个头一个种到两个那么大 气喘 吐 要入院 要打那些针才会好 那些就要看情况 那些要小心一点 跟医生说过先 但是轻微的那些 很多地方都觉得 照样打都无所谓 人腹方面 其实一般打的疫苗都OK 应该打流感疫苗 就不会对怀孕有什么影响 感染人 人腹 始终怀孕就要小心一点 好一点 一般就不见用噴鼻的疫苗 但是打针那些灭活疫苗 即死病毒的疫苗 基本上就无所谓 说两句 关于新的噴鼻疫苗 或者北鼻吸的那些 减活疫苗 减活疫苗 里面有些生歐歐的病毒 即是说它可以生长 复制 有人就会说 你打生的病毒 还说不会引起流感 这种减活疫苗 它怎样令到它没有伤害呢 这个疫苗就用了一些技术 令到它有一些基因变异 只适合在一些比较低温的环境 才能生长到 即是说在你的鼻那里 身体其他地方 温度比较高 37.5度 但是鼻里面 因为跟外界接触 有呼吸的空气 所以温度通常比较低一些 减活了的流感病毒 只是在鼻里复制 所以在鼻里复制 就会引起鼻里有免疫反应 有这样的特性 很难走到肺 即是我们身体 即是比较核心的部分 产生肺炎 严重感染 因为那里的温度比较高 一下去 它就已经不能够再生长 不能够再复制 但无论是滅活疫苗也好 减活疫苗也好 防止严重的流感效果 都差不多 主要就是减活疫苗 理论上还是生肺炎 不建议孕妇 或者有些人免疫力很低去用 因为怕产生感染 我那天经过药房 都看到这边 都能打新的疫苗 我也是想着 这两个星期 都跟女儿去打完 当然说到这里 未订阅的朋友 记住现在按订阅 键 你支持对于我们继续做这些影片 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就按订阅键 按链链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